小时候明明存在 长辈却不承认的东西 是这个样子吗 让他上去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什么怕尴尬 放屁 他个五年级的小屁孩 哪知道什么叫尴尬 谢谢二舅逼我上来表演节目 那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故事就叫做 我是如何偷看到我二舅 偷偷给女主播刷礼物的 哎呀好尴尬呀 二舅妈你也在呀 不过没关系 还好我是一个没有腰 也没有肩膀 还不怕尴尬的孩子呀 哈哈哈哈